- 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心理學的東西我一直蠻喜歡做的齁 所以當我看到的時候 蠻高興的 這裡講的是一個九年的研究 9 year study reveals 揭示出 The lasting effects childhood trauma has on adult relationships 事實上我們覺得這個都是早就已經 我們知道是確立的事情了 是很 valid的一些這個 講到valid這個字 OK 是已經proven right? proven true 很valid的一些這個theory這樣子 但這邊有個九年研究還是把它再說了一次 所以我們從裡面能得到些什麼呢 好所以總之啊就 你小時候童年陰影 所以childhood trauma trauma這個字認識一下下 OK 我個人在發音上有把這個字 經歷了一段confusion的時期 因為我會覺得au這個字 他au這兩個字走在一起 比較容易感覺變成是all的一個音 所以像例如說 applaud這個字 裡面就有一個all的發音對不對 applaud就是鼓掌 applaud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覺得這個應該念成trauma 可是不是 聽了半天大家都念成trauma OK 所以我也就調整了自己 所以有時候發音這件事情就是你聽多了 你就可以調整自己變得跟大家一樣 那也就夠了說真的 我們沒有說發音一定要非常的精準 真的 你有口音什麼之類都沒問題 我們只是說 發音如果發得好一點 比較接近母語人士一點點 你真的會得到比較多尊重 這是不可真的事實 真的 就像一個外國人講中文的時候 要是他沒什麼口音 我們會覺得你好厲害喔 而要是他有口音 我們也會覺得這沒怎樣 我不會因此而瞧不起你 可是你前面會覺得另外一個人好厲害 這種感覺就會讓人家覺得 這是一種蠻爽的有沒有 所以我們把發音調好一點 總之沒傷害了 Alright 回來這裡 所以他說的這個是 childhood trauma這件事情 對於adult relationship 就成年的那個關係 會有一些這個lasting effects 所以我很想要在這邊先處理一個名詞 就是長遠的影響 你就可以說他是一個lasting 就是持久了的 Effect這個字應該沒問題 可以是複數 So lasting effect OK 有沒有別的 有啊 long term就是長期的影響 也OK 甚至後面 我們等到最後面還有另外一個詞 我覺得也很不錯 叫lingering linger這個就滯留不走的意思 所以你的童年陰影 可能會有一些lingering effect on your adult relationships 好糟齁 好所以 我們來看看這邊 我們教了一些什麼東西 其實他很長 我覺得我很想要直接跟同學分享的部分 大概也就是 一些 你看 我們看一下好了 So past research has also found childhood abuse or neglect can lead to insecure attachment patterns in adulthood 這就是我們要講的重點 所以 insecure的attachment pattern attachment這個字 我們好好的理解一下 喜歡心理學的朋友們 或者你 你就常閱讀這些書的話 你應該早就看過 有一個什麼什麼 你是什麼什麼型的 依戀型的一種 所以這個字叫 依戀這個字 OK 像我下面整理了一些 安全型依戀者 矛盾交 焦慮矛盾型依戀者 回避型依戀者 混亂型依戀者 我們都在這裡面有講到一個中文詞叫做 依戀型 依戀關係 隨便你 然後 在另外一些文字裡可能會講的是依戀關係之類的 他講的英文其實都叫做attachment 我們簡單一點的理解 attach 就是一個東西在這裡 另外一個東西黏上去 這樣就叫做attach 接在一起的概念 所以我送一個email給你 附了一個附件 叫做attachment 我如果交一個女朋友 她很黏我 她很attach 在我身上 也都用attach這個字 所以翻譯成依戀關係 我個人不覺得一定有戀在裡面 說真的 可是你要說沒有 好像也不對 因為這都是關係 既然是關係 你跟這個人 有那麼一點關係 應該有戀吧 所以這個翻譯 我也不是說在挑剔啦 反正你懂就好了 目前 所以依戀關係 依戀關係 OK 所以下面這幾個你大概都看過 我們就先介紹一下 因為等一下都還會有點文字上的出現 所以安全型的 大概沒什麼好講 secure attachment secure這個字就安全沒問題 那這個矛盾焦慮 焦慮矛盾一直講翻 焦慮叫做anxiety 把這個字也打出來給你看 發音也 有的同學對這個字的發音 大概還好 anxiety anxiety 這個s裡面的發音 沒有那麼好處理 不過大概不難唸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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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詞 anxious anxious 到出現了一個 的音在裡面了 OK anxious 那ambivalent這個詞就矛盾著 so self-contradicting OK矛盾 so anxious ambivalent attachment 你是屬於這種的話 你也會變得比較clean-y 一點點 clean這個字 不是clean 不是N結尾 clean 沒有格的音 clean就是 你對一個事情就變成黏住 跟那個 you feel attached to something you clean to your boyfriend you clean to your girlfriend 這個clean 就也是黏著人家的概念 所以他可以變比較clean-y clean-y 所以這裡他文章上就有講到說 你如果有這種狀態的話 你會有low mood 心情很低潮 或者其他的other depressive symptoms 一些比較這種 depressive 就比較 憂鬱方向的一些症狀 symptom這個字 become more dependent and unconfident 你變得比較依靠人 也沒有自信 unconfident which may be perceived as clean-y 而這個就會被人家感知為 你比較黏人一點點 clean-y這個字 還不錯 clean的動詞 clean-y變成形容詞 還可以變比較級clean-y ok 然後這個迴避型 叫做avoidant attachment avoid這個字應該還好 就是避免 ok 躲開之類的 那混亂型還有一個叫做disorganized attachment 我好像比較少看到我們中文講這個 不過我剛 我所找到的資料 四個都有就是 所以attachment 你懂了 然後這邊一大堆形容詞 希望你也懂了 那我們再看下來 呃 好我要講的一些詞 包括有 好我們看這個examplify 這個詞就好了 因為這個文章真的有點長 好 所以這些individual reported lower quality relationships 所以這些啊 就被童年陰影影響到成年人的關係的 這些人們 這些individual 他們就回報著 lower quality relationships 他們比較低品質的關係 and higher levels of insecure attachment 所以比較高度的這種 比較不安全的 剛剛講的衣服關係 insecure attachment 還記得吧 我們剛剛有secure attachment 是不是有一個叫insecure啊 還是根本沒有 好 沒關係啦 所以secure的相反 總之是 所以要包括了下面這一些 包括了anxious attachment 剛剛看到了 只是他多加了一個ambulance 就是那個矛盾的意思 然後大家講了examplify by extreme levels of intimacy with low levels of autonomy and avoidant attachment examplified by high levels of autonomy and discomfort with intimacy 好 有點長 我們很快來解釋一下 這在幹什麼 先解釋一下examplify這個字 你覺得他長得像不像example 還不錯吧 example是例子 所以examplify就是一個動詞 這個動詞的用法 就是舉例子的一個動詞用法 我們用一個實際例句來試試看 examplify 他通常是被動的 所以他通常不會 yeah 他通常不會examplify y although我必須說這不是不可能 ok examplify 這不是不可能 所以examplify the y 也就是xty做了例子或之類的 那也就是說 其實好像這個講起來好像反過來了 我直接看例句會比較簡單 我剛剛強調他比較出現被動的 我剛才把這個去掉 我就寫說 呃 較常 較常看到 被動的使用 所以我這邊先造一個例句就是 這個人他很獨立 而他的獨立呢 就是被後面這件事情 當做一個很棒的佐證 ok 所以他的獨立被後面這件事情當成一個不錯的佐證 所以你可以聽得出來這中文也是被動的 所以這讀起來就叫做 his independence 他的獨立 is exemplified 被佐證了 by his preference to travel along 所以他有一個偏好 偏好就是獨自旅行 所以他的獨立就是被 喜歡獨立旅行這件事情呢 來佐證了這樣子 好大概也不用講解 這句子非常清楚 再讀一次跟你聽 his independence is exemplified by his preference to travel along 聽懂了齁 所以回來這個文章裡面 所以要講到的這些包括了 剛講的這個是會焦慮型的 依戀關係啊 anxious attachment 而這個東西也就被 後面這個東西 當做了一個佐證 so exemplified by what? by extreme levels of intimacy with low levels of autonomy 所以先看到這裡 因為他要講到and的下一個了 所以這個 anxious attachment 被什麼佐證了呢? 極度程度的 extreme levels of what? intimacy 所以有極度程度的 極高程度的 intimacy 就親密關係 所以這裡的 anxious attachment 就是很需要親密關係 很需要黏很緊 以及有很低程度的 with low levels of autonomy autonomy 這個就是 就是獨立自主 所以自主權 所以有anxious的這個 attachment的話 你就是一個比較黏的人 ok? 所以你需要有比較 high level的intimacy 這個字我也打出來給你看 就親密關係 親密度 那低關係 低程度的autonomy autonomy就是你自己 控制自己 所以 啊我當你的狗都可以啊 你不要踢我走 你是不是這種人 ok? 你不要趕我走 我就會想在你身邊 你在我身 我在你身邊 即便你都不要理我 你打電動 我就在你旁邊看Netflix 都ok 我自己滑手機 你一天都不跟我講話 沒關係 總之你不要趕我走 你是不是這種人 ok? 好所以你就屬於 anxious的這個 attachment 以及第二種 excuse me 所以他這裡講的意思實物是 insecured attachment 包括下面兩種不同的 所以這種不安的attachment 包括剛剛的anxious 下一個就是avoidant 就是避免 我根據做過的心理測量 我是屬於這一種 我不知道你啦 但我是 所以這邊是在說的是什麼呢 所以 avoidant attachment examplified by 所以同樣一個列句的方式 就是也被什麼佐證 examplified by high levels of autonomy 所以我非常的獨立自主 我很不喜歡被人家黏住 and discomfort with intimacy 所以對於親密的關係 我反而是覺得不太舒服的 我通常不能跟同一個女生相處 超過兩三天 一天ok 第二天我就會覺得 我要想回家 我要想回家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這真的 這是不是問題啊 或許是 所以我 這年紀了 結過一次婚 現在一點都不打算再婚 就是因為這樣 我忍受不了我身邊有同一個妹子 然後這個妹子 就是我 三餐都得跟她一起吃 然後 然後 同組在同一個空間裡 you know for a prolonged period of time I would feel a high level of discomfort that's me all right anyway 好 所以這裡ok 然後我們再多講一個這個片語 大概也就大功告成 align 好 所以 nevertheless the findings largely align with research showing childhood abuse or neglect can have lingering effect on a person's health and well-being later in life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好 所以 這些finding 它大部分有align with 後面這件事 所以align這個動詞 就用起來不會很困難 x aligns with y 那 雖然說這個你看不出來這裡有line這個詞 可是你可以想像這是個line這個詞吧 就線嘛 so if something aligns with something else 就是這兩個東西是能夠走在一條線上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ok 所以 你跟我的利益 是同一條線的 假設今天如果倒霉 中國跟美國的利益在同一條線上 可能台灣就會被犧牲掉 so 我就可以說 our interests align with yours 也就是我們的興趣走在同一條線上 所以這裡說的就是 這些finding 絕大部分有align with 以前的一些研究 那這些研究就秀出了 childhood abuse 或者neglect 這兩個字我剛剛沒特別說 abuse叫做 就虐待或之類的 那neglect就是忽視 所以小時候被忽視或虐待 就會有一些 長遠的 滯留很久的影響 lingering effect on a person's health and well-being 在他的健康 以及他的這個福祉上 well-being上 later in life 所以大家已經聽懂了 所以回來這裡 我們正好就來複習一下 linger這個詞 所以複習時間 我 因為 開始 就是疫情之後開始恢復教書 那到現在我的喉嚨 還在適應那種高強度的回來教書 因為在疫情前 疫情中我也接了一些家教 到現在這些家教都還沒有斷掉 所以我等於是工作量就變得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 你會聽到我在影片中都還忍不住 有時候會咳一下下 所以可以稱這個東西叫做lingering cough 那很多人都有建議我吃什麼喝什麼 我都很懶去試啊 因為我就懶 我就懶 anyway 所以lasting long term 或者叫lingering 都有類似的 長期的長遠的 或者是持久不摔的 或者是我們這邊lingering 叫滯留的 effect這樣子 ok 好然後我們剛剛講到這些 各種不同的衣服關係 我們都叫它attachment 那這些 呃 成年人的這些不同的 insecure的 這些attachment 的這種pattern 都來自 他們說這跟 childhood trauma 是有關係 所以trauma這個自在認識一下下 我多補充一個概念 就是 我們常聽到PTSD有沒有 呃 什麼創 創傷後症後群嘛 這心理的一個概念 所以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ok PTSD 拆開來就這樣子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所以這裡還是trauma這個字 變成的一個形容詞 所以但是是hold posttraumatic 好anyway 所以剛剛的各種的 不同的attachment 各種不同的衣服關係 所以有secure的 然後insecure就包括下面一大堆 anxiety的 所以這些attachment的種類 還包括剛剛介紹到這個字 叫clean 所以也就是說你對一個東西 黏住它 不甩掉它clean 這樣這個動詞 所以不是clean 所以我常強調說 發音上來說 恩結尾的話 你就要舌頭碰天花板 所以乾淨這個字clean 舌頭貼上去 前面那個是clean clean ok就不一樣 所以avoidance 是剛剛的避免的 迴避性的 我就是這樣剛剛說過 還有disorganized這樣 Alright examplify這個字剛剛說過 是以什麼為佐證 通常用成被動的 我的例句是 他的獨立會被喜歡自己旅遊這件事情 來當做不錯的佐證 so his independence is exemplified by his preference to travel along ok 然後剛剛講到的一個就是 你對於親密關係 以及你對於自己有自主權的一個preference 可能就能夠去判斷你是avoidant 或者你是比較anxious甚至ambivalent 所以又矛盾 又焦慮 好可憐喔說真的 Anyway so intimacy 剛剛講親密關係 autonomy 則是自主 像我們講到那個 特斯拉一直在研發自己自駕車嘛 所以那就叫做autonomous car 因為他有自主的能力 可以要怎麼開就怎麼開 right so autonomous vehicle 是現在科技的一個尖端這樣子 最後的align 就是兩件事情 能夠走在同一條線上 so if something aligns with something else you know they are on the same page basically ok到這裡大概差不多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